南韓直播主已离台无法提告 台狼性骚逃过一劫 南韩正妹直播主 Ocevely 日前来台湾旅游 不料却在新北市巴黎 遇到一名台湾色男 对他突袭处碰下体性骚扰 卢州警方5日一影片逮捕 自称从事病葬业的29岁陈姓男子 陈南到案时也坦诚不会有姓骚 警方做完访谈笔录 告诫陈南不得再犯 让陈南离去 稍早前警方联系到Ocevely 他表示已离台返韩 所以无法提告 因此涉嫌姓骚的陈南逃过一劫 并不会因姓骚被裁罚 据了解 这名南韩女直播主日前来台湾旅游 在第三天的行程中 他独自一人来到新北巴黎 沿着淡水河畔一边闲逛一边直播 他还向商家租借了一辆自行车骑乘 沿途也直播与粉丝分享宝岛的美丽风光 过程中 陈南骑着贴有一销标志的机车尾随 更扯的是 还趁女直播主停车休息时趋近攀谈 女直播主不理会 但该名男子突然骑车加速靠近 并伸出左手触碰女实况主吓体 吓得实况主大叫 女实况主也应遇到此事被吓得花容失色 对该名男子连续大喊三次 男子连续一小时的离谱 脱轨行径全被拍下 新北市卢州分局主动介入调查 陈南到岸时也坦诚不会有性骚的行为 警方对陈南进行访谈彼录后 告解约致陈南不得再犯 警方也积极联系这名男涵女直播主 希望厘清受到轻扰情况 经过警方漏夜联系 6日上午联系到南韩女实况主 他确认警方身份后 表示仍已离台返韩 短期内无法来台湾诚信骚提告笔录 因此选择暂不提告 并向警方表示 感谢台湾人的主动帮忙 陈南因此逃过一劫 不会因此被告而受财阀